还记得国片镇头吗 故事中的九天民俗记忆团 不只有电影的加持 在现实生活中也持续发光发热 不但带着三太子横渡沙漠 这一回更是到纽约表演 博得了满堂彩 让总统满意久大赞 台湾的文创软实力 果然很有利 以九天民俗记忆团的故事 改变而成的国片镇头 风靡今年台湾电影界 在现实生活中的九天 也在今年8月3号 首度获邀到 美国纽约林肯中心户外广场表演 让台湾文化要上国际舞台 也让年轻人重新认识传统 培植了许多 原先对这些表演艺术 不见得了解 也不见得有兴趣的年轻人 能够投身这些表演艺术 然后再一步一步地推上国际舞台 马总统很开心 因为总是挂在嘴边的台湾软实力 果然很有利 飘洋过海传递草根的台湾精神 马总统也感谢团长把曾经年少轻狂 误入歧途的团员们拉回正道 找回自信 很多人在人生的过程当中都碰到挫折 可是没有机会碰到像许团长这样的贵人相助 在你来讲也许是不算很麻烦的 就可以多训练一位 可是对他一生来讲 对 完全不一样 马总统强调文创人才曾经一度外流到大陆 现在又纷纷归于返乡 表示台湾的文化市场已经开始复苏 未来有系统的规划文化发展 扩大消费人口 也将成为台湾旧经济的另一种良方